好, 一個月過不用工作, 還沒上班 一點也沒搞錯 我早就回來在外面抹東西了 金剛呢?他去了哪裡? 我在這裡? 你在這裡搞什麼?你在廚房出什麼? 不然是刀?厚刀? 說了多少次, 他們不要碰我廚房的東西 是嗎?Alicia叫她抹對 在這裡, 我早就回來 她需要送外賣而已 送什麼外賣?我沒煮過東西 你送什麼外賣? 不是, 之前的東西會壞的嘛 壞當然要賣 我們吃剩這麼多東西 不壞掉它, 會倒閉 是吧 聽你這麼說, 我們辛苦Alicia 靠她送外賣, 養起我們整間店 除了抹桌之外, 這裡就是她的專長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 好… 一、二、三, 一,一起吹 一、二、三 吹 HAPPY BIRTHDAY 謝謝… 剛才你把刀… 我的刀就是… 其實我想說, 抹完後更乾燥 你把餅子切好 好 好 一、二、三、二、三 出來工作, 最怕聽到三個字 就是炒魷魚 不過矛盾的是 美食當中, 我們又很喜歡吃炒魷魚 為了做一道完美的炒魷魚 我特別從日本九州 公運當地最有名的魷魚回來 切好魷魚, 就要預備另一種材料 明太子 明太子是由九州出身航尾的原文發明 用雪魚魚子醃製的香腹食品 先放入炒香蒜蓉 再放入切好的魯唇 接著放入魷魚 再加上味淋、本菇、木耳蒸、醬油等配料 最後放入明太子 用大火炒魷魚 就可以完成這道明太子炒麩子魷魚 一種源自窮人的明太子 配上象徵沒東西混的炒魷魚 其實是相當美麗的 那做人是否又可以負負得正呢 偶� block 不舒服 苗梓 你叫什麼? 金哥 為甚麼也想哭 你喜歡 Powder? 如果阿喜不 か 耳 Ahmad 是一班學員 是 先介紹一下自己, 好嗎? 我叫黃耀和 我之前那時候挺幸運的 在訓練班之後, 當過娛樂台主持 然後拍過《俄輝家》, 梟雄 今年幸運地 拍攝到恒姐電影班 剛好拍完 很多工作要做 是 好, 你呢… 我是…我是謝文欣Elly 我是第27期藝月訓練班 畢業沒多久, 還是做比較散的角色 接著沒多久, 做了東坡家事 陳偉的小妹 你兩位呢? 我是第26期訓練班的班長 我叫袁振業Kelvin 我主要是拍劇 剛好播出的那部EU超時日夢 我也有份 最近接觸了多個綜藝 就是新地好戲王 我是2013年選港姐入行 之後加入了27期訓練班 出來後, 比較多劇情 最近我參與了新地好戲王 是 但說到讀訓練班 沒理由不提爸爸 你第一期 是, 我是11期 我實在是第一期 大大大師兄 那時候我們很幸運 因為人比較少 所以我們工作的量非常多 很包粗 每個月都是出商量 因為那時候我們每個月計算 等多久才試過, 等多久才有公開 是的 我試過一個月可能每天上班 就像你所說 未必每個月出商量、爆鬍 給了家用或是花費之後 學習的那些使用之後就… 還可以給了家用 對, 花費又不需要 節省自己 不用被家人擔心 你一個月的均收有多少呢? 平均就行了 我試過最高一次過可以拿四萬多元 你這樣… 但是試過最低 就是連續七個月拿底薪 底薪 底薪多少? 就是幾千元 幾千元 好像八、九千元 八千多元 那次我一開… 發財了… 我以為搞錯了 對, 我真的看著看 那張卡是不是我的呢? 很多那次… 你有沒有試過螢光網發光 你用這個定業嗎? 我沒試過 沒試過? 我試過儲過一次 很多表演一次過出 就是那一次 十幾個表演 即是十幾個表演 我很以為十幾萬 十幾個表演都是 不要緊, 再努力一點 其實我不是開得很頻密 但是我又沒有公開過一隻 很平均的 所以你每個月都四萬元… 當然不是 我吃那些… 我試過一兩次 但是光芒沒有師兄那麼光, 就一半 如果平時試過沒上班 也試過半個月沒上班 半個月沒上班 爸爸, 你也沒試過 我試過 我試過一年… 你自己放假 我試過一年都沒有東西拍的 在TVB 不過其實很奇怪 坦白說, 我也是試過上一年 我基本沒什麼 你又得盡高差 因為你是很被動的 其實我覺得做藝術很被動 你不能主動說 老闆, 我的節目你開給我做 好, 求你吧 你又說說怎樣勾鬚法 我最嘗試過半年沒工作 他會有信給我們和監製 說這個人要多用一點 自己覺得應該要上去… 俗稱是勾, 我就走上七樓 我去找黃心為監製 但我不知道他怎樣 然後在七樓走走… 你剛才說過名字也… 我經常說過黃心為監製 找黃心為監製 然後就問誰是他 坐在那邊, 韓文說 你好, 我是梁烈衛 我知道你們接下來開一部劇 有袁彪先生, 我很想跟他合作 然後他真的給了一個機會 來… 好, 來, 坐… 好, 坐… 怎樣?最佳南輩港也有空來光顧我們 當然了, 光顧你最佳南輩港 惠家雄先生也是厲害的 什麼厲害? 他也是訓練班出來的 是… 有訓練過的 有訓練過 但你是TVB訓練班 或者是… 亞視… 亞視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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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以前的事 以前就是入了亞視幾年 但是那時候你是不是都像爸爸那樣 每個月出喪涼 每天都會公開 那時候基本上有很多 有拍攝, 有拍劇 有很多公開的 那時候平均一人多少錢? 我那時候… 訓練班出來是三千五 三千五 比你還要來, 爸爸 不是, 但是那時候 你坐的士多少錢? 坐的士多少錢? 幾元… 幾元的時候, 我只有一筆起飆 你無緣無故做什麼酒? 這麼好 那時候外面也很好 有些電影拍, 有很多東西拍 有些卡拉OK也可以拍 很多東西拍, 誰知道出了夢 我以為在那邊台做了很多人認識 誰知道, 離開了後原來沒人認識 這個真的很奇怪 拍了也沒人看 張家輝的時候也有事 還是比較暗 但一來到無線就… 發光了, 發光了, 厲害了 只是拍步, 馬上就… 馬上撞了, 隻手開魚 對了… 還有四頭魚 這個適合, 這個適合 真的適合 那時候任何關係你都不需要打 你只能打你大哥的名字出來就行了 不知道他避我們是什麼 我在亞視的時候, 他就在無線 是… 我過來無線的時候, 他就跑到亞視 我真的避我 我聽過, 你不喜歡靠你哥的關係 沒必要 那時候以為葵家晴都是我的兄弟 ATV和TVB有什麼地方是不同的? ATV比較小 有時候我們撈一個戲, 一個角色 出鏡後脫了一件衣服 又脫下, 反派就能打 但是撈一撈? 對, 撈一撈一撈 但想上注數不察覺嗎? 沒什麼人看, 不能撈 其實不至於沒人看 對, 那時候也算是十一… 八、九點、十一點收視 二十多年內, 你試過沒有公開的日子 試過 多久… 多久的日子 沒有公開的日子? 試過, 年多就是換廁所的香精 真的嗎? 清潔廁所的公司… 有些尿兜裡面有幾粒香精 想念那些… 換廁所香精的時候 其實每個心都挺難受的 畢竟是一個演員 不要說是否明星 起碼是一個演員, 也很難受 當時沒有人認識 沒所謂 沒有人認識 馬死 馬死下來, 也有的 你說不是… 有兩條, 有一兩個認識 也不是沒有人認識的關係 你自己的心理關係好 即使沒有人認識 但其實也很難受 我覺得這個心態是沒什麼 因為我也試過… 找成, 也要認識 我也要認識 在台灣的時候 剛出來沒多久, 拍完一套 就找了三個月, 沒那麼開 那三個月的時候 我的帳戶裡面只剩一元台幣 真的一元 怎樣?我也要生活 我跟朋友借五百元台幣 其實五百元的時候 對我來說, 我看得… 好像他們發光似的 怎麼玩呢?將來怎麼玩呢? 對 那時候我就想想 怎樣?我五百元的東西 我要好好利用它 我就買一隻雞 吃雞 買一隻雞 買蔥, 買一隻薑 煮雞湯, 煮這麼大煲的雞湯 我就吃一個星期 那天我聽到雞, 我都害怕 男子養能虧能伸 能屈能伸 能屈能伸, 其實沒所謂的 不能夠虧的, 能夠… 不能夠能虧的 這次我都說有閃, 明明 剛才, 阿嬸, 阿嬸 阿嬸, 阿嬸, 喝雞湯 阿嬸, 喝雞湯 阿嬸, 阿嬸, 你喝什麼? 阿嬸, 我從小到大都懶負壞 白飯, 一個肥豬肉 真是豬肉, 拿了些豬肉 那些豬肉放在雪櫃裡 靠那一匙烤飯裡吃 豬肉 豬肉 這樣就搞定了 生日豐富一點, 煮雞湯 豬肉, 現在是美食 豬肉 豬肉 以前你做的那一碟是來生存的 那一碟真的要吃得很久 等於雞湯也好 我埋窮的時候 拿了錢來買那些即食禮粉 沒有湯包, 最便宜的 就是白水撒米粉 然後買一些沒那麼容易爛的菜 就可以吃一整個月 保持健康 保持健康 如果每個人都有埋窮的經歷 我覺得應該要分享一下 我準備了一些東西給大家 對, 準備些錢 不用那麼狂的, 又炸了 這裡… 還有一塊牌 大家可以寫下 我試過多久沒有公開 沒有公開還是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就沒有收入 不是, 有收入, 沒公開也可以 有些是有公開就沒有收入 有, 有公開就沒有收入 有公開就沒有收入 大家…先走了 好… 下次再來吧 好… 小心, 兩位 是 謝謝… 你們先吃吧 我先做這個枝豆, 你們先吃 沒事 沒有公開 我也是 好, 完成 怎麼樣 有豆吃的 枝豆 做吧 好 好 韋家鴻先生 戶口的剩餘是負數的 負數嗎? 負數的 他有試過負責 有… 我想你的粥魚和我差不多 很差 差不多 你看看你的粥魚 你看看你的粥魚 為何五、六圈沒公開 其實差很多 因為之前你斬著有東西開 你的收入是穩定的 你的收入要每個月支出 在這裡 那就是你這五、六個月 就把你的粥魚都花光了 五、六十萬 全部都花光了 那要負數, 為何要負數 每個月都不夠 有一年, 一年沒公開 你還有幾塊錢 也有幾塊錢 也有幾塊錢 半年沒公開 我戶口只剩下九毛錢 九毛錢 然後借錢當然有 就是借家人的錢 欠了多少 也有幾塊錢 就是幾百萬 是 那你呢 我想差不多 我沒有這麼誇張 幾百萬就沒有 最多都是接近一百而已 斷斷續續 我欠我家人特意是我哥哥 我想應該10萬以下吧 我… 我有些金管的生活費 入郵、隧道 那些一定要用 沒有錢還欠錢 還要入郵 你真是… 那不是怎樣上班 怎樣上班, 大哥 你知道我們上班的時間 我覺得是短的上班 我說幾十萬而已 那時候做生意 聽說你做得不錯 對, 那時候欠錢 因為做L.E.G.M. 因為你做得差 不是, 我覺得這個名運安排 就過了那邊設廠 在日本那邊 是 剛才開銷, 全都充滿了 開銷 對, 因為你機器用銀行借錢 真的很敏捷, 你馬上要收 這麼快? 很敏捷 這就是名運 有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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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劉正爺 對, 你好… 你吃了 再興奮 坐… 謝謝… 你好… 你們兩個檔室嗎? 不是… 特地來你的男人食堂試試 對, GPS多房 我們現在是大鞍 我們走錯了, 知道嗎? 這不是大鞍 不是, 銅行, 大家都是朋友 絕對歡迎大家, 想吃點東西 什麼都吃 什麼都吃… 這麼難得進來, 我賴死不走 不過我唯一投訴 為何每天都吃, 知道 你別這麼多 你放心… 憲哥, 我們還有記憶 還有記憶 馬上給你其他東西吃 好, 謝謝… 那怎麼辦?有什麼打算? 沒有什麼打算 始終是藝人有個好處 藝人就是海闊天空, 去哪裡都行 他們公司的問題 現在全香港很多朋友都知道 但你們實在是從何時開始 已經感覺到不太行 其實差不多十年前開始 已經感覺到有一點… 很有遠見 五年前, 我已經把私人物品 早就回家了 五年前 五年前 我吃了這麼多, 你知道十年前 我這些經驗少, 你明白嗎? 你從何時感覺到? 我大概是五年前開始 因為五年前 製作量不斷減少 很多綜藝性的節目都沒有了 劇集更加不用知道, 一部分 那時候一直慢慢少製作 覺得有點問題 怎樣叫過呢? 因為東西變少了, 糧糕就變少了 收集變少了 但有個好處, 因為我們人少 所以少了節目, 人、藝人比較少 錢照有這麼多? 對… 基本上我都能保持每年 我都會有很多工作 那麼大, 人、藝人… 要選擇呢, 要選擇 要選擇嗎? 要選擇, 也不錯 六位數, 七位數 一定過六位數 有… 難怪你折疾 有… 我現在不值這個數, 你沒試過 有很多, 算是 六位數有很多 我剛才說, 我們的同事 他們五位數已經發光 五位數已經發光 我們一定是正常的 我們是正常的, 通常都是 最近才沒有糧出 你當然不介意, 出門就不介意 記著… 記著記著 六合彩也不介意 我大半年過了這邊 你說慘不慘, 沒糧出當然慘 十二月開始沒糧出 我又說要花每天五十元 然後現在就要賣車 是 自己的車也想賣 聽到沒有, 維維 賣車還入油 你幫我入油, 維維 有什麼技能 再賺回以前要賺的錢呢? 男一食堂需要門面打閘嗎? 如果你平時看他 你需要心靈的安慰… 你需要心靈的安慰 我們暫時給不到你 但是身體的安慰是給到你的 這次是安慰的 老闆哥, 先握個手 好, 謝謝… 謝謝… 你沒有失業嗎? 你還在做 假開工 有的…這件事是真的 炸帝, 開廠, 裝作拍攝 有…這是事實 因為有外賓來參觀電視台 對, 也不是完全在賣開 不過因為時間上不配合 可能會變成早一點 或者你們早點回來, 好不好 早點回來, 我們當作拍攝也好 當作拍攝也好 其實也是拍攝的 對, 那些叫做… 假開工 其實那件事也是有拍攝的 也是有拍攝的 你會用嗎? 家人也有 我問財務公司也有 甚至自己申請很多張不同的信用卡 蓋來蓋去 月底…我們不是叫做月光燭 可能是最後一星期已經想… 糟了, 我這次在那張卡 然後蓋上自己的保護帳戶 然後拿錢出來使用 我想起碼我有十年… 七、八年的時間是這樣 因為就算現在經歷這個 當然是12月到現在也沒有良出 因為經過這些不好的、窮的時間 學會存錢 對, 開始學會存錢 叫做好天斬埋落與柴 越說越像越感盛般, 就會陷糊 你不要陷糊, 吃過了 讓大家平常不敢說的 來到這裡說 可以做一個真正人 我出現肚子給你 不如現在舒服一點, 行不行嗎 好… 有什麼感覺很舒服 要不如找… 找什麼? 六合彩 不如在這裡, 找六合彩 快點舒服, 師傅 YouTuber 你叫我, 你經常負責六合彩機 當然了, 別這樣說 你已經很久沒玩六合彩了, 是嗎 有, 剩大半年了 大半年, 我們現在不如玩玩吧 我要把對白拿出來才行 三合彩票 是 一人一張, 每人選三個號碼 好的 你面前會有三杯酒 選好了, 又抽中了 你就可以不用喝一杯 中了三個, 就三杯也不用喝 如果三個也不中, 就喝三杯 大家都明白了, 相信… 明白… 好了 八百五期 大家好, 到了三合彩的時間了 今天由我蔡國威和大家主持 第一千零一期的男人食堂 三合彩特別現場餃豬 好 我們在餃豬之前 當然要介紹一下 今晚兩位監場嘉賓 分別有許紹雄SH 太平安士, 歡迎 還有我們受惠機構之一的代表 劉成賢先生 謝謝… 再見 好, 大家在電視鏡營光幕 都會看到一部三合彩餃豬機 一至十號的彩色號碼 已經在裡面… 混合了 混合了 好, 立刻我們開始 我們開始現場餃豬 還有… 好, 第一個 第一個餃豬的號碼是五號 第一位號碼是五號 你現在才… 阿licia, 繼續餃豬 第二個餃豬的號碼是八號 第二位號碼是八號 我還有兩個… 你還有兩個 謝謝, 三號碼是八號 對, 三號碼是八號 六號 第三位號碼是六號 六… 五、六、八 好, 今晚的三合彩餃豬 結果已經順利搞出了 讓我跟大家重複一次 分別有五號、六號和八號 中了三個有阿licia送 我跟阿licia沒緣 三個都不在 對, 我有一點緣 對 我中了八點 對, 三號碼是三號碼 好 我只是不中六號, 我有其他賣的 對, 三個不賣 你怎麼說到… 我也有一個 有一個 六號碼是一個緣 對… 一個 我也有一點緣 對, 我也有一個 太幸運了, 太幸運了 太幸運了 我輸了一輩子 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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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我們沒有說過兩件事 追女生 追女生 是否真的有錢才能追女生 有錢有錢的追法 沒有錢有沒錢的追法 對 不過如果男人沒有錢的話 我覺得尊嚴已經沒什麼時候 追女生是有一個難度的 有否經歷過, 有沒有試過 也沒想到追女生 完全沒想到 因為你連自己的財政能力 都沒有的時候 你怎麼敢想另一半 不過兩件事 我覺得有錢追的時間 我覺得奢侈洗廢 而且你覺得本性很容易露出來 很多時候大男人的本性 我們都會出來 反而你沒錢追女生 有時候你會很浪漫 我記得當時我試過 我為了一個女生, 我住在香港 我可以…我在中環上班 在中環上班, 我坐巴士回家 我不是, 我故意陪那個女生 還不可以告訴她, 我陪她 假裝撞到, 我陪她 剛好的 對 然後坐船過海 然後看著她回家 像木杖一樣回家 然後她一刻回家後 立刻趕走過巴士 然後回家吃飯 不然就過了一小時沒飯吃 不然… 我也試過當時… 心意很重要 情人節沒有錢 為了哄現在的老婆 即那時候女朋友 在網上找到一些方法 如何在玻璃上 可以呈現一些隱形的字 那時候已經一起住 找一些沒有顏色的雙頭筆 在玻璃上寫了一些字 寫完就… 對, 她就沒有… 然後你在這裡洗澡 你快點洗澡, 記得洗頭 蒸氣 要洗久一點 因為要足夠的蒸氣 玻璃才會燃了一些字 到她洗澡後洗頭出來 一看到玻璃, 簡直是開心得… 再想洗澡 洗澡 再想洗澡 大家一起洗澡 一起洗澡 又洗澡 又有什麼經驗的東西 老公一起洗澡 大家都表態了 對於有錢追女生和沒錢追女生 現在不如反過來說 如果你們去追求一個女生 你是沒錢的 你會選擇一個 她所有的條件, 身材、樣貌、年齡 都是你很喜歡的 但是她不是一個有錢的女生 還是選擇一個身材、條件、樣貌 都不是你喜歡的女生 但是她很有錢 但是這兩個女生 都是真心很喜歡你 你會怎樣選擇 但是沒有錢的那個是多少歲 其實很簡單 譬如兩個一樣年紀 好嗎?我們兩個… 兩個都30歲 一個是Eliscia的款式 一個是阮小儀的款式 很簡單 有樣子嗎?小儀 很有錢的 她很有錢的 她很有錢的 但你未必會有些… 但是同年… 她的標準是… 我喜歡小儀那種 對 所以標準是你自己… 自己調節的 每個人不同 可能我覺得小儀很漂亮 我不行, 我生理上不行 我選擇漂亮 不, 你別這麼說 在場應該沒有一個生理上可以 你別這麼說 我反而不是 如果我真的覺得自己沒有錢 我真的不介意追求一個 又胖又醜又有錢的女人 對嗎? 但他很喜歡你 對, 因為他喜歡我 因為他喜歡我 因為你始終如果他喜歡我 我不需要再費心思 費這麼多的力量去追求他 還有一個原因是 我坐在這裡已經有錢 不是, 你就捨了 但可能的物件是什麼 錢是他的錢 也與你無關 對, 都不會給你花錢 但也沒有問題 他起碼不用煩事 對, 沒錯 不用說話, 給他吃飯 對, 沒錯 你會出去吃飯嗎? 對, 給他吃飯 對, 那個位置呢? 我還是會選後者 有錢嗎? 對, 真的是現實的問題 所以第一句問是 他應該要多少歲 如果他年紀越大, 我越可以 就是讓他快一點 比別人還好, 是嗎 所以我第一句問是 他多少歲 如果他年紀更大的話 我覺得還好 還好, 沒問題 我捱也是捱一段短時間 但我得到的東西是… 不是的 對, 道人如煉 對, 你別想到很簡單 你別想到要回去交行賦 我不會選一個有錢 我選一個比較好 我也會愛他 那個不是我不愛他 他愛我, 我也會有錢 有時候的事情很奇怪 人生表面, 你看這樣 你知道你下次放屁是什麼時候嗎 你也不知道 對, 說一聲 或者不是等他死, 是你死 但說上之, 金剛會怎麼選 我會怎麼選呢? 我會選擇正的 這是很簡單的 沒有錢不要緊 對, 要玩吧 不, 要玩吧 起碼是… 你看到那個時刻是舒服的 而且相處上是很舒服的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刻說內涵 對嗎?大家都覺得我沒有內涵 其實我很內涵 這個… 你不用再選 我知道 我知道你很有內涵 所以我會選擇… 很棒的 很棒的 身材很好, 我很喜歡 我也是選擇很棒的 因為是的 雖然今天很窮 但或者… 我今天浸不到錢 我不代表天空會浸到錢 對 但起碼他在這裡 對嗎? 我不是那個 但是始終未必耐看 你也想抱抱他 那一刻就行了 你也愛他, 你也想逗留在家裡 那個有錢的, 你真的不想逗留在家裡 我覺得是不喜歡的 兩個互相 我都喜歡他, 他都喜歡我 其實是不錯的 如果你說有錢的 我看到他已經不舒服 我還要交換貨 你來吧 就是會變成這樣 這個…他們當然是暫時的 而且我們… 突然他死了之後 他可以找別人 不, 我們… 我們… 通常這些很長命 很長命 我們秘藥慣, 你明白嗎 我們沒有糧食都可以這樣 都可以賣 好…我可以的 沒問題 我們真的不同公司 有不同的反應 真的很明顯 這個… 你走了嗎? 你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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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說到狂的東西 如果有些東西讓我們選 我們不會真的這樣選 怎樣… 剛才說我們本身沒有錢 好, 現在我給你一個機會 剛才的問題仍然存在 你們這樣選擇 這個答案 現在再給你一次機會 我現在給你一個工作 是會令你很有錢 看看你會不會做 好, 如果我現在要找你們 拍這個暴力愛情動作片 是真打, 真做的 是 我真的要拍片嗎 是打架 是真的 打架 打架 打真君 打真君 四級片 四級片 打架 不是打架 一百打架 一百萬片 你不能問這麼多 這麼多… 拍嗎? 一百萬 打架 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不拍, 太少錢 是 好, 二百萬拍不拍? 不拍 三百萬 不拍 五百萬 你不拍? 一千萬 一千萬, 你不拍? 八百萬, 我跟你拍 別搶了, 八萬萬, 我跟你拍 五百萬… 五百萬, 五百萬 一千萬, 五百萬 一千萬, 會想 對 跟這些電影的女生也漂亮 好, 怎麼賣 敢勇 是 謝謝 有了 歡迎 歡迎 Vicky 你坐得好嗎? 你做得好嗎? 沒那麼喜歡 你這麼說的 很久沒見 你坐得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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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在這裡見到你 Vicky哥 你走了很久 我也走了 2010年 我拍完最後一套電視劇走 你願意… 下載開什麼? 這樣又遠見 早知道不行, 再下來 因為那時候已經沒有劇集拍 對, 我只要拍劇 試過多久沒開過功 然後在這裡等多久 我現在離開電視劇之後 到現在沒有公開電視劇 七年了 七年? 不, 我只要去做一些商演 但這段時間真的很有空 這段時間很有空 其實也算是等的 也算是等的 你不是捱窮嗎? 我捱窮嗎? 我捱窮應該不是現在 其實應該我離開電視劇 就真正脫貧 脫貧反而不是捱窮 在電視劇的時候就貧 不是, 因為那時候電視台有限 因為經常開電視劇 你沒有機會接避外快 對 所以入息有限 但在電視劇的時候 也給了我很多機會 所以沒有電視劇 我沒有那麼多外快的機會 但真正離開 現在的生活也挺穩定 我說的是對的 怎樣? 電視劇的同事 在內地的登台市場是很蓬勃的 Pinky剛才也說的 Pinky剛才也說的 在九龍多而已 高鏡就行了 我們剛才說到男人沒錢 怎麼去結識女朋友 對, 會否選一個有錢的女朋友 對, 會否選一個有錢的女朋友 對, 聽聽女朋友 對, 你會選擇兩個男士 對 一個是你很心儀的對象 各種條件都很適合 是很窮的 但兩個都很喜歡你 真心喜歡你 你會怎樣選擇 老實說, 我看階段 我現在這個年紀 基本上…你問我 就要英俊 最好 我現在基本上喜歡愛情 即是不需要有麵包也可以 但窮得要… 你要養她 要養她 養不可以 對, 我真的不可以做到養男人 你也試過窮, 是嗎? 我試過很窮 多窮, 怎樣生活 我記得那時候 因為電視台人工有限 我為了不用錢 我就剪掉我的卡 一定要去銀行排隊 當時還沒有胃炎機 有胃炎機, 但我就是… 全都剪掉了 全都剪掉了 因為銀行跟我很熟悉 我經常去排隊 當時我想拿一千元 那個女生看著我 你只有九八九, 對不對? 其實她用很尷尬的眼神看著我 令我覺得很難哭 她說真是不好意思, 張小姐 你銀行只剩下五百多元 那一千元我先借給你 其實我已經是… 後期去到低息貸款 什麼都試過 我想很多… 很多人以為我們做演員 很有錢 很風光 我想每個人都捱過這個階段 表面風光, 每個人都清瘡 我想問, 女生的開支會比較大 首先化妝品這件事必須避 必須避 必須避 這是基本的開支 當時你這麼窮 你如何喊告這段時間 是否出門, 我不化妝 所以占責妝和占責妝 占責妝就出來 占責妝 占責妝就出來 占責妝, 占責妝就出來 那時真的會做什麼 例如有些不喜歡的工作 及工作也要做 例如有些夜場 不斷接 馬死落地走 其實是要的 現在還集合接夜場 所以… 你自己開心 那些還穩… 那男女的苦穩 那男女的貴窮層面 是不是有什麼不同? 男生會比較慘 例如出去吃飯, 你會結帳 女生通常沒有錢, 男生在封面賣 就算有錢也很少叫女生結帳 對, 很少…除非有很醜的女生 我聽過有個女生要負責 因為剛才說她要買化妝品 要買麵包也買不到 麵包也買不到 她是靠買一包公仔麵 不是有一包湯包嗎 是 她集齊, 別人的麵 她說你不要, 給我湯包 她拿湯包回去沖茶喝 聽到隔壁很傻眼, 馬上沖到 她拿湯包, 有沒有湯包 水做得很重要 最重要的 始終找飯吃, 很多人請她吃飯 男生真是穿著手 男生, 請你出去跟一群朋友 即使你結帳時, 也好 你自己知道自己沒有 但又要在銀包裡… 很肉赤 對, 其實很肉赤 回來Tweb的餐廳挺有趣 我們有幾個餐廳 是 其中有一個是吃西餐 不是先給錢, 吃完才結帳 我曾經想過, 也有實驗過 其實我不是沒有錢 不過我看到有些朋友 例如爸爸坐著吃飯 看到剛剛到而已 坐著坐著, 坐著坐著嗎 坐著坐著, 坐著叫吃完 他說我趕著開床 通常爸爸這些都會說, 先走了 真的可以不用錢, 吃到飯 以前真的要看人 以前清水灣就行… 舊的餐廳 舊的餐廳 這樣就走了 但我們只為了幾個人都是這樣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譬如我和你們三個吃 我先走了, 你以為我會賣 然後你又以為他會賣 你又以為我們賣了 最終將單沒有人賣 然後拍攝, 突然PA就走來找他 你剛才不是上去西餐廳嗎 我說, 剛才打給我們 說你們沒有賣單 我說, 下一位沒理由 不是, 誰會賣… 不是, 你們沒有賣 我待會上去賣 結果我還虧了 你賣給你那兩個 那豈不是一次過扭凸了? 一次過扭凸了 扭凸了… 女人的數量很多 通常會拿到電話簿 念電話, 打電話給我 是嗎?你會嗎? 熱舊朋友, 舊相好 比我更新 那你怎麼跟他說? 我們更新的, 我們勾到… 可以嗎?吃飯嗎? 很久不見了 很久不見了 對, 很久不見了 還可以上檔 熱舊還不是你主動叫他吃飯 他還說你出來吃飯吧 對 女生比較質素 男生要面子, 未必會說出來 未必會開聲 對 所以很簡單, 一句話就是 男人不能窮 是 再這麼簡單 男人真的不會… 但一次拱起來 沒辦法, 對 我也不想… 如果拱起來, 就真的躲起來 沒有外出 但又不行, 越躲起來越窮 真的, 你要走出去 越躲起來越窮 就盡力去一煮出去 怎麼知道就在搭訪 搭訪有工做 我搭訪在TVB也是這樣 我在很窮的時候 碰到阿七奇在超級市場賣東西 我真的在裡面打算繞一圈 喝一杯冷氣 你都會喝一杯冷氣 而且看看有沒有試吃 喝一杯冷氣 我走一圈就碰到他 這些是… 我們待會也上去, 去哪兒就行 他在哪兒… 這只是說你的緣分 你去到哪兒, 你去到拜山 你也會碰到人 他也沒有冷氣 你登天上去就行了 冬天太冷了, 很寒冷 男人窮就慘了 我也慘了 大家都知道 雅士就在四月做DV 你們有什麼心裡的說話 想跟雅士說嗎? 比較近年一點 我看到很多觀眾也好 或者是網上言論也好 對我們亞洲電視的事情很深刻 其他很多個人做度 對我們 geen雨 答對我們ill 還在這堂合 你並給我們營養 наз死 , 我們不會熱 看到我們 還有大olnir 一 하루 你會全enos 跟他們保存 之後 你們也不想賠償 你們 atenção 然後就安排了這個 但內涵可能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他們很早離開 很早 在於一個藝人在場合裡 授土又擺出來了 他們怎樣呢 都要擲 他們也要擲 也要擲 所以這件事令很多人覺得是一個笑柄 但如果在於我認為在藝人的立場 他們做回自己, 應該要做他們的崗位 很厲害, 照做 導演還沒有叫Cut也照做 所以這是藝人的專業 是 我想為所有有做過這件事的藝人 平反這件事 我反而是對任最難忘 因為亞時一直以來都說 亞時的… 人情味 人情味很濃 也很濃 Mingy也知道 我們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拍攝《中華四海》的時候 完全不覺得有開工、收工的時間 每天都發覺拍完後 他們說, 究竟已經拍完了? 我們竟然可以再聚 我在亞時的時候拍了很多好的作品 其實我也很感謝亞時 在這段時間 令我有機會 畢竟有今天的我也要感謝亞時 還有很多好朋友 這些友誼永遠都不會忘記 突然很感性 對, 突然很感性 你這麼說也要留眼淚 其實我覺得人情味是最重要的 對我來說 可能我台灣出生 所以其實很多話… 其實很多話我不喜歡說太多話 所以聽完你們說完之後 人情味不是這件事 其實我有很多感觸 真的… 既然如此, 不如大家喝一杯 是… 我們明天會更好 保持正面的態度 好… 我們希望男人吃糖繼續下去 好 我們可以來幾餐 好… 謝謝… 你好, 爸爸 跟他們聊天 我真的覺得我們有功烤有良出 都已經很幸運了 那倒是 你怎麼又在這裡搓我的刀呢 難道我教Elise 當然是教你的刀 不過我覺得我們脂竹上樂意很好 不用擔心這麼多 沒錯 所以我們要盡力做好這檔事 是 好, 收工 是 Licia… 是 我們剛開完會 決定了我們一定要盡力做好這間店 你要跟我們一起增值 以後你除了洗地、抹桌之外 還要幫我洗衣服 還有我的內褲 我的內褲在裡面 好嗎?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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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愛 我… 欸… 弟弟 我… 妳… 我…